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在我们的《月人无数》当中 我们就会给大家介绍一对让人非常羡慕的恩爱情侣 让我们去看一看 《月人无数》 让恩泰为您翻阅一下今天的日历 今天是2006年的12月2日星期六 今天是农历的10月12日 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一位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克思的妻子 燕尼马克思 她是1881年的12月2日去世的 燕尼马克思的原名叫做约翰纳逢威斯特法伦 她年轻的时候非常的漂亮 被人们誉为是舞会的皇后 为了得到燕尼的爱情 可以说马克思是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追求它长达八年之久 而且在1836年的10月到12月这三个月里 一共是写了三部诗集 每天一首情诗 那我觉得从这个故事当中 能够得到一个启发 看来做学问和谈恋爱是不矛盾的 最后在马克思去世之后 人们把燕尼马克思和马克思先生 合葬在了一起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一位历史人物 约翰布朗 他是在1859年的12月2日历史上的今天 被杀害的 他是非常著名的反种族歧视的战士 其实我们看照片 知道约翰布朗是一个白人 他是生活在一个白人的家庭里 我觉得这很不容易 因为他自己是一个白人 但是还是会想到不能够欺负黑奴 他在去世之前写下了这样一段著名的遗言 说是我约翰布朗 现在坚信只有用鲜血才能清洗这个有罪的国土的罪恶 过去我自以为不需要流很多血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现在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 他死了之后啊 美国的北方各州都下了半旗之哀 而且呢很多教堂也民中去表达对他的敬意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偶像级的巨星啊 这就是1981年12月2日出生的小甜甜布兰尼 布兰尼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展露出音乐的天分 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在教堂里唱了 那到八岁的时候呢被迪斯尼公司看好 开始呢进行专业的音乐训练 在11岁他成为一名职业演员 开始在全美国巡演了 你想11岁我们才读小学吧 还没跨入初中 人家就开始挣大钱了嘛 对错 挣大钱倒是小事 关键是人家开始全美的巡演了 这个是很不得了的 到现在恩泰 我马上全国巡演 对 掌声鼓励一下你的暗恋桃花园啊 1999年17岁的布兰尼呢 开始走上了巨星的道路 当时他的第一张唱片 叫宝贝再爱我一次 在全球发行 而且发行量非常惊人 1300万张 美国福布斯杂志就说 她是带动全球经济繁荣的女孩 随后啊 这个布兰尼在第一张唱片之后 又推出了两张专辑 都是卖得非常好 开始红遍全球 互联网评价她 说她是全球网上最受欢迎的女人 英国媒体说她呢 是最性感的明星 美国人形容她是 比上帝还有影响力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 应该说她的这个唱片 包括她这种一举一动啊 都是影响了全球的 所有喜欢她的人啊 非常受瞩目 而且经常的上各种杂志的封面 我觉得布兰尼更像是一种符号 因为我们一说到 站在流行文化的最前端的 那就应该是这样的一类明星人物 今天我们有事天天说的话题和剃须刀有关 我们先去看一段视频 你看到我手上拿的这个东西了吧 表面上它是一个大个大电话 但是你看这里有一层金属网膜 实际上呢 它是个刮胡刀 这不过是它表面的掩饰 我告诉你 它还是刮胡刀 你现在服气了吧 怪不得你那么酷啊 大家都这么说 好 视频回来 我们可以看得出啊 刮胡刀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啊 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跟刮胡刀也有关系啊 因为今天是男人的节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1901年的今天 美国人金坎普吉列啊 发明了可换刀片式的刮胡刀 这就是那位发明人了 男人刮胡子以前呢 有点点感觉像是贵族才能够享受到的一个待遇 那时候那个刮胡刀还挺贵的 据说要五美金啊 那个时候比较高的工资 一天也不过就是一美金 你差不多 你一个刀就要花掉一周的薪水 你可想而知 刮胡子有点点像是贵族的享受 可是后来 我们这位吉列先生啊 他发明了这种可换刀片之后啊 成本就很低了 老百姓也能够每天舒舒服服的刮胡子 所以我觉得是吉列先生的发明 使得这个我们男士们在生活当中 刮胡子成了一个比较便捷的事情 这个刮胡子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悠久 轻而易举的事情 并不是很麻烦的事啊 你知道你这个说 这以前1901年他发明这个之前 那大家刮胡子就是一个老大男问题啊 其实剃虚方式很简单 有干湿两种 为什么叫干湿两种呢 干的很简单 就是拿这个 弄就行了 电动剃虚当 那么湿的是哪几种呢 比如说这种 我们以前在那种理发店里经常遇到的啊 理发师傅 光光光擦两下给你来刮 一定得用水和肥皂 声音反正也挺有意思的 嘶嘶的那种声 这是湿的 你说这个会刮破吗 也会的 会经常会 挺危险的 所以要磨得锋利一些 那这种剃虚刀片就 就是大家就更能够想象的出来 它为什么是湿的 因为你要要有这种专门的泡沫啊 你要去刮它 好我们接下来再说回这个主题啊 吉列他发明了这个 可幻刀片式刮胡刀 它并不是发明刮胡刀 它只是发明了可幻式刀片的刮胡刀 也就意味着 之前这个刮胡刀可能是一次性的 用完就扔了 刀片坏了就扔了 或者是要磨嘛 你得你得去用完之后 你得去磨 但是家家户户 老百姓家不大会在盥洗室里 放一个一个什么牛羊皮 你知道就是那个理发店里 老式的那个小理发店里都有 现在很少有人会用这个了 但是我看人剃光头的时候 用这个刮过 吉列是个推销员 他经常要见客户 所以他每天得这个胡子 干干净净的 但是就惨了他了 为什么呢 因为吉列那个时候 他名字虽然叫吉列 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吉列刀片 他每天得用比较顿的那个刀片 得去刮自己的胡子 经常是血肉模糊 深受其害 但他又是推销员 他在从商业的角度去考虑 为什么不可以有一种这样的发明 能够可换的刀片 可是吉列他明明是一个推销员 好像跟这个发明家还相去甚远 这个吉列的一次推销经历 使他更加确信了他的念头 有一次在推销 遇到一个老板 那时候好像是卖一种塑料瓶盖 老板那个生产的这个东西 特别的畅销 他很好奇就问这个老板 说为什么会这样 老板说当然会畅销了 我这个成本又低 价格又便宜 而且我是一次性的 用完就得扔 扔完别人还得买 当时就启发这个吉列 就在想这个事 每天胡子刮得那么疼 我干脆就用一个这样的刀片 又便宜 又可以用完就扔 我自己还舒服 老板心还愿意买 他这个念头是受这个 推销的经历的启发 使得他后来有机会 真的是发明了这样的一个 可换刀片式的体恤刀 其实我觉得需求也许是 他这个发明的原动力 吉列虽然是个推销员 但是他也开始研究刀片了 我们就拿这个做个例子 这当然不是吉列的体恤刀 这个要更换刀片 所以要把这个刮胡刀的刀柄 设计成圆形 上方又有凹槽